大家好,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保护自己的利器 怎么看动人际关系中潜在的敌意 人际交往中相互沟通和理解至关重要 但每个人的性格千差万别 难以准确的揣摩对方的真实的想法 在交往中,一些行为可能会暗示对方对你的讨厌 以下是一些讨厌的迹象 习惯性反驳 当一个人对你持反对的态度 不管你的观点有多么合理 经常试图否定碰击你的想法 可能表示对你的不满 竞争心理 讨厌你的人可能会出处与你竞争 无论你想做什么 他们都会跟你抢 表现出不希望你有好日子可过的态度 传授负面的言论 对方可能会故意传播关于你的负面的信息 制造谣言 破坏你的生育和人际的关系 冷淡疏远 讨厌你的人可能会对你展现出冷淡和疏远的态度 不愿与你交流 也不关心你的生活和工作 拒绝帮助 当你主动帮助对方解决困难 却被拒绝 并以不想麻烦为借口的时候 可能表明你存在的敌意 负面情绪表达 讨厌你的人可能会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与关心 但实际上是为了掩盖对你的厌恶表面上与你亲近 实际则是内心的不平衡 打击自信心 会说出打击你的自信心的话 导致你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渐渐让你感受到困扰 避免眼神的接触 讨厌你的人可能会避免与你建立眼神的接触 眼神冷漠与疏拟 表现出对你的视觉的隔离 群体的排斥 在集体生活中 讨厌你的人可能会联合他人排挤你 通过传播负面的信息 引起集体对你的怀疑和攻击 忽视你的存在 讨厌你的人会表现出对你的存在 毫不在意 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因你而动了 表现出对你的看不起 在人际交往中 能够识别这些讨厌你的迹象 并保持自知之明 是至关重要的 不要过分的纠缠讨厌你的人 保护自己 珍惜那些真正对你好的人 记住待人真诚 尊重彼此的感受 是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 自己的价值 要清晰的认识自己的环境 并保持一些自知之明 避免把自己看得过高 理解在别人眼中 自己可能并不如此的重要 总结来说 人际关系中的讨厌迹象 包括习惯性的反驳 竞争的心理 传播负面言论 冷淡的疏远 拒绝帮助 负面情绪表达打击自信心 避免眼神接触群体排斥和忽视你的存在 对于这些迹象 我们应该以理智的和自保为主 避免深交讨厌你的人 保护自己的情感和尊严 在人际交往中 真诚和尊重是最基本的原则 如果遇到讨厌你的人 不必过分的纠缠 而是要学会保持距离 以免自己受到伤害 保持对自己的认知 珍惜真正对你好的人 是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关键 生活中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但要懂得欣赏自己 用真心去对待那些对你好的人 而对于那些讨厌你的人 学会保护自己 不让其影响你自己的情绪和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之谜是指引我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的指南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志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